哈喽,大家好 呃,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Karim的概念股 也就是Spark CarePower跟XCIP 呃,你可以看到它 昨天呢,都是大跌的哈 那为什么会大跌呢?主要原因就是 Spark跟XCIP呢,都是刚刚公布的 它的那个业绩,贵度业绩 呃,So 它的Unit呢,就大跌 Compare之前是跌很厉害的 XCIP呢,更是亏钱 也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 这个QuarterTile Report的东西会亏钱 而之前呢,又为什么会赚这么多钱 呀,So 就引起了一些市场上的一些 呃,呃,质疑啊 呀,说,诶 是不是 因为现在有auditor在看中你的account 所以你的这个 accounting呢,你就会比较 要严格一点,或者说比较 你就开始去 呃,adjust你的accounting policy 呃,来反映你真正的这个 profit,或者是loss 呀,这个才是最 这个才是令市场担心的问题 呀 并不是因为他亏钱,或者是赚钱 这个才是 就是说你的诚信 那边 大家,站幕那边呢 大家有点担心了 呀 那上次有点担心 呀 这样,当然 也是会有 引起了另一批股友的 说,哎 好像很便宜了哦 现在是不是适合 捞底 捞底 就是说 然后 投机一下 拨一个反弹 赚他五八十八就好了啦 这样 也是有很多人 有抱着这种想法的 呀 当然,如果你是 基本面分析者的话 我是说 基本面价值投资者 基本上呢 你是不看这个了的 因为 一旦管理层 有这些诚信的问题的话 基本面价值投资者呢 他肯定会把它全部卖完 而且也不会 短期里面 也不会考虑进去再买路 不管他多便宜 他都不会 他们也是不会考虑的 OK 这样剩下的就是一些 投机者 我们是看图表的 技术分析的又怎么样 呃 这样我们今天就来检讨一下 用技术分析来讲 基本面分析者 是不会买路的 我可以跟你讲 OK 首先要看的就是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元的通账都是要看是短期的 非常短期的 非常短期的 因为大家 这些高手呢 都是要看的就是说 希望呢 股价跌下来 有个反弹 这个反弹啊 日本啊 这边这个字底啊 反弹 然后他就卖掉了啊 赚一个 赚一个差价 啊 短期大概是5到18 他就满意了 他就满意了 这样他就是 啊 拨这个 投机的 ok 让我们来看看下这个 啊 是不是适合 啊 ok 通常这样子来交易呢 这是他的support 如果他跌下来 反弹 通常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说 你一定要等到他 画清楚点的 ok 这个是 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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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上去啊 这个是ideally啊 然后 他反弹的时候 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 啊 support 也是这边 这是support 这个是 股价 price 呀 所以他会上去 所以这个下来的时候 他上去的时候 你就bo一個 做一个差价 percentage的差价 ok 这样通常呢 我们要等到他在这边 反弹上去的时候 要等到他看到反弹上去的时候 你才会介入的 ok 技术分析者呢 他不会看到说我现在在下注 啊 什么图的好啊 他还没有反弹之前 他是不会介入的 就是他要看到他已经确认了反弹 他才介入 ok 现在我们现在我们要看的东西 就是三个股 他到底是不是已经 跌下来 弹上去 就是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要弹上去之后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ok 如果没有弹上去的话 看都不用看 你啊 做技术分析 做投资 价值投资者呢 是不会买入的 技术分析呢 就是要看这个反弹 这个signal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 基本上 啊 你就最好不要冲进去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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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signal so 现在你看到的是 呃 他到底有没有 反弹 ok 我们把他这个东西 这个均线弄掉他 ok 我这边呢 画了一条线 这个黑色的横线呢 就是他之前最低价的价钱 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signal 今天啊 我们看一下历史 这是最低价 他之前有试过这个啊 这个就是反弹 看到吧 反弹 反弹 ok 所以 他有技术 交易者呢 就这边反弹的时候 这边满路 然后这边卖掉哈 他就装一个 大概是 一个 差价啊 这个就是我们 要做的地方 像现在他今天是 戴破这个 很线的 ok 他反弹了吧 没有 戴破了之后 从来是会卖的啊 所以他其实讲他还没有看到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条线 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上去 这个呢 他其实这样讲 他其实连这个下 这个线呢 都好像还没有 都不确认 这个都不确认 所以呢 老实讲你是不会进入进去的 因为你最少的话 你就等到他 你这个东西上来了之后 你才考虑要不要 啊 现在是没有的 ok 当然有些人说 如果你这个是看热图 有些人也是会看 我也是会去看 hourly rate的 ok 不就是说我们去看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的图 没有 看到吗 没有 没有 有反弹吗 没有反弹 ok 我看15分钟好吗 也是可以 15分钟呢 老实讲好像是停 好像是慢下来了 看到吗 他这边慢下来了 慢下来了 但是 也是没有反弹 他只是 下来 然后再横上来 当然你这个 你时间越短的话呢 老实讲 老实说风险就越高 哎呀 风险就越高 如果你真的是 突飞你是 day trader 看这个 不然的话 看热图就好了 热图呢 跟我讲 还没有啊 热图呢 他还没有止跌 是吗 还没有止跌 没有止跌 ok 就是spark 我去看一下另外一个 kpower ok kpower呢 这个也是同样的 一样 这个也是他之前的 这个低点 现在呢 老实说他好像还没有 跌破个止点 ok 所以kpower呢 是 可能 这条线呢 才是有支撑的 ok 我们也是一样 但是呢 他还是没有止跌 我们要 他还没有 他 跌下来 哎 他没有跟你讲 这个东西 这个 盘上去这条线呢 这条线呢 这条线呢 还没有出现 盘上去这条线呢 我们要等的就是这个弹上去的条线 没有出现 最好是一个青色蜡烛 你看到这边 青色蜡烛 没有 没有出现 然后呃 出现的时候再考虑吧 现在还没有 所以也是不适合的 ok 不适合进去里面 老了 再看一下另外一个 scip 我这个很惨 这个你看到吗 他也是一样 tap破之前的 你看tap破了 就说连这个支撑都锁不住了 而且呢 是 是gap down 就说 额 gap down就是 tap空 你看 他几十会停下来 也不知道 所以 也是不适合的 ok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 这三个股呢 如果你真的是有兴趣去 多 投 投机 或是说 你要去做intraday 或是说 你要做玩quantra 你 最好的安全的方法呢 你最少都要等到他 有这个青色 好像类似这样青色的东西出来 青色蜡烛 也就是说 他这边止跌了 然后有个东西这样 弹回去 这个呢 你可以做一个非常短期的交易 只是赚差价罢了啊 啊 你 这个看 这个要看个人的 有些人赚一分钱 也是赚 赚两分钱他也满意 啊 有些人赚 一两% 也算不错啊 如果你有这种本事的话 但是老实说 这些短线东西呢 你一定要有定盘 全身定盘 而且 可能你还要 你除了看这图足外 你才可能还要看 呃 啊 啊 啊 5分钟 5分钟的图 是非常tension的啊 如果你的 如果你没有时间 你就 最好还是 在旁边看戏吧 呀 OK 这个就是我 对这几个股的 一些看法 当然一样 也不构成任何的 任何的 买卖建议 所以我只是给你介绍一下 怎样去做反弹 呀 OK 谢谢太田 字幕 李宗盛